看到两条评论啊 我想到了一个不怎么好笑的笑话 古时候将军在冲锋前呢 喊话众将士说 就在这里和敌人一决死战 绝不后退 因为你们的身后就是你们的家人 为了你们要守护的人冲 要是换到现在战场呢 士兵肯定是溜了溜了 这看似是一个笑话呀 其实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战争来了 我们到底为谁而战 大部分人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奉献 必定有自己的签盘 当无牵无挂后 一切都是利己的 家是最小的国 国门被打开 家门关的再紧也没有用 不是现代没有战争啊 而是国家军人男人们 把我们保护的实在太好了 不论你是男是女 不论你女权的拳头 挥舞的再疯狂 国家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所以说我不太懂啊 就有些人你自认为的清醒冷酷的发言 说什么 挑起事端战乱的都是雄性 雄性过多对人类文明 进步无意 还用了一个似乎非常贴切的比喻 说攻击多了 只会打斗 内卷还浪费粮食 减少雄术才能促进文明发展 公开的说这种雄性无用论的 我不是第一次刷到 想必大家呢 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听到 男性们从内心愤愤不平 嗤之以鼻 已经转变为释然 就这种自以为是的极端流氓思想 它怎么会被传播开 这才是值得人深思的 有些人听了个别的言论 就自以为看透了宇宙的真相 领悟了生命的真谛 殊不知自己才是愚昧至极啊 有人往肉里注水 你义愤填膺 恨不得杀了他 有人往你脑子里注水 你却千恩万谢感恩呆德 愚蠢的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无知 因为知道自己无知啊 是需要很大智慧的 人刚出生的只是无知 不是愚蠢 愚蠢是后天造成的 愚昧呢 有四个表现 对未从见过的人恨真入骨 对从未做过的事引以为傲 对吹捧出来的神到头就败 对化而未得的病感激涕零 这个时代啊 似乎是染上了什么病 就有些人你死不听劝的 就说明啊 这条弯路你必须得走 这都是命 毕竟对于锤子而言啊 眼里最多的那就是钉子